其实寒假到生意变好的地方 为其中之一就是Motel 而且除了我们刚刚所看到 有人骑单车也有人骑机车去 而对于业者来说何乐而不为 希望能够增加所谓的翻房率 最好一天进驻的客人组数越多越好 于是希望清洁人员的动作快一点 于是干脆就用论件记仇的方式 希望重赏之下有勇夫 果然大家的手脚变得很利落 因为如果是论件记仇的话 等于打扫的越多 零到的钱也就越多 三个人一间打扫一间各有100块钱 一天如果最少清洁45间房的话 一个月下来 月收入可以到达四五万元左右 清洁车推进Motel车库 三位打扫阿姨开始进入备战状态 各位每个人都有负责区块 从现在开始时间倒数 每一秒都关系到他们的一日所得 从垃圾开始到擦马桶 快到差点跟不上脚步 但每个地方却干干净净 按摩浴缸可不是水冲冲而已 还得刷洗 所有步骤五分钟内全部OK 另一阵区也拼得很 扎眼的功夫 五个枕头套包背套通通换好了 只花了三分半钟 再加上最后的地板清洁和检查动作 只要15分钟一个房间就变得干干净净 打扫一间赚100元 一组人一天至少清洁45间 4500块三人平分 一个月上班24天 月入可达3万6 再加上福利今天赚个4到5万 不成问题 还暑假客人比平常多 如果碰上特别节日 业绩涨5成 日薪也跟着翻倍 打扫坚数多 那薪资奖金就跟着高 那所以员工他们就很乐意的 很快速的做打扫 速度跟如果跟月薪 就比起来至少快三成以上跑 肯做就能多赚 上班还可以边敷脸边做指甲 甚至还可以增加多点收入 我之前就是隔天整个练七阵子的 冒着风险也要赚 除了基本月薪 帮忙试用新产品 公司就会多给一点白老鼠津贴 试用一项多个几百块 一天试用一个产品 一个月就能多领2000多元 付出按收入成正比 业者论件记筹 提升工作效率 同时也让努力的员工 得到该有的报酬 TVBS新闻陈鲁玮丽芝 台北有报道